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另一半的手机里发现了 她跟别的女生吐槽我的聊天记录 就有一次她睡觉她手机在响 我就点开了 她就跟别的女生说 如果你女朋友花钱大手大脚啦 脾气不好 说你会怎么办 她叫那个女生叫爸爸 然后我就很生气啊 我把她打醒 就这种很习惯啊 怎么换作是你男朋友叫一个女生叫爸爸 无关键还跟她吐槽你谁受得了 那个时候酒喝脱了 然后就挺无聊的 然后我就她手机唯我指纹嘛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 发现小号里面女生有100多个 然后她还发朋友圈点赞抽女朋友 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 100多个女的有十几个点赞 她说我不是让你不要看我手机了吗 你为什么还看 为了我还换了一个防偷规模 后来就分手了 如果等一下有女朋友了 我希望你的城市下雨 并且是下刀子 而且你出门还没有带雨伞 就她和她前男友聊天啊 就是她去洗澡 然后我知道她密码 我说这男是谁 她没有避讳你知道吗 她直接讲我前男友啊 我还忘不掉她 我说那好 就找她吧 然后就分手了 我感觉她们当时已经复合了 我就觉得 其实我已经察觉到她 对我的一些变化了 意料之中 前一段的时候直接秒回 但后来的话呢 发短信的话 就是隔半天 一天再回 我发生在干嘛 我在忙 没关系 她说发现发现了呗 虽然她对我是那个态度 对我挺冷淡 但我其实还挺喜欢她的 因为她是我初恋呀 第一次残恋 就遇到这样一个人 给我以后残恋 都造成有影响 发现就是出轨啊 她的床睡着了 然后发现她手机没关 我想把她关手机 但是就忍不住好奇心 就看了一眼 发现跟别人的聊天记录 聊一些很暧昧的话 很失望吧 就是很生气 第二天我才跟她聊 就问她什么情况 她就不说话 到后面 她是哭着 求我给她一次机会的 但是半个月之后 是她提出分手 就很惨 她说要分手 如果不想当甜狗 那就分了 谈的过程中也知道 她没有那么喜欢 这个秘密就是我们俩分手的 一个导火所 挺轻轻知道这个秘密 然后跟她分手 就这样离开她 也挺好的 我在另一半手机里面发现过 她的微信收藏里面全是我 每次我发给她的照片 她都会收藏起来 因为怕手机丢 或是坏掉什么 找不到照片 所以我就放到微信里 收藏起来 原来一直觉得说 她就不是那种 特别就是讲浪漫 也不是特别细心的那种 但是真的从这种小事 还是会发现 就是还是心里面有我的 发现这种秘密之后 然后我也觉得 就是我在她心里 其实很重要 然后也觉得她还是挺爱我的 就是可能拿着手机 看着电视或者怎么样 看着淘宝 看着淘宝 看着淘宝那个通知 然后就看了一眼 然后就看到购物车里面有东西 然后一看 对 是我之前收藏的口红 或者说我想买的口红 就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秘密 这种比较甜蜜的小银鞋 小秘密 就会增加感情 翻她手机的时候 就翻到那个备忘录 发现她记录一些 平时我无意间提到的 不爱吃的什么东西之类的 记了反正不到一夜吧 因为以后就怕点菜的时候 她不爱吃 然后又不高兴 这些秘密 说实话 其实算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的催化剂 我倒是觉得就是 她发现了之后 我还要更多的 就再多记一些这些这方面的事情吧 就对她再多加关照 我心里留一片 就对方不知道的地方 然后在这一片小的土地里面 对她默默的好一些 就像一个人 就像一个人 跟何人一样 也像一个人一样 水晶鞋 你 Roma 这些小的东西 那 就像一个人一样 其实